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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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绪没有同意,但慈禧却知道了 在慈禧看来,康有为搞变法,只要不侵犯他的利益,这本是件好事 但现在康有为却想离见他们母子,甚至要他的命,这是绝不允许的,再加上原是凯和荣禄的告密,慈禧觉得唯新派狼子也心不得不除,所以他才会对唯新派痛下杀手。 但是各位知道吗? 全世界,光绪不满意慈禧,儿子要杀母亲。 据史料记载,原是凯曾就此事和杨渡聊过,说康有为离见光绪母子,这让慈禧难以忍受,却又无法辩解。 所以,他一方面快速杀了该死之人,另一方面便把光绪囚禁在了营台,为啥选择那里?因为他离慈禧住的地方很近,从此以后,每天早上慈禧经过营台,带着光绪一起上朝。 给人的感觉是,母子连心,一切都很和谐。 换句话说,慈禧把光绪囚禁在营台,只为向全世界暗示一个道理,那就是他,母子是一体的,是同呼吸共鸣运的。 而这,似乎只有原始凯探动的。